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新闻很扯 那这个是我们LINE群组里面的Jason先生 那他分享一下这个新闻给我们 那我看了会觉得 哇 看了我就笑了 那这种比较怂动的标题 我就觉得一定要来做一起试试看 一定有东西可以补充啦 那即便不是相关的内容 我们的补充还是会是很够的 标题说的是 两个女性牢犯 in US jail get pregnant after having sex with trans inmate 所以两个女性牢犯 在监狱里面竟然大肚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跟他的inmate 所以这个inmate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育友 跟你一起坐牢的人 inmate your roommate 加一个印在前面的话 变成一起坐牢的人 那trans是什么 你不能不知道 transgender 所以他们是 变性的 所以他们是transgender women 变性过的女人 也就是说本来的生理是男人 好那我相信这个变性 可能没变完成 他们可能是 只有外表或者打荷尔蒙 但总之可能小鸡鸡还在吧 结果就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好呗 这边的标题又再说了一次 我们来往下看他有些什么 可以值得告诉我们好了 好来我们往下看 2 inmates at New Jersey's Edmar Mahan correctional facility have become pregnant after having sex with a transgender inmate 第一句话没问题 我们刚刚的理解 对的 transgender inmate 那这里一个词我们理解一下 correctional facility correct这个词是校正 也是正确的意思 所以correctional是形容词 那facility是设施 这个词我们到底是可以说一下 我在补习班 一天到晚讲这个字 设施 facility 我们要来做比较的是equipment OK 那equipment我们翻译成设备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就知道了 这个词facility呢 我先打中文 设施 而equipment是设备 差别在哪里 其实也没有你想象的复杂 说实在的 我就举个例子 望远镜 显微镜 那个microscope 你觉得是设施还是设备 你说你想了一下 不太确定 那我给你另外一个东西做比较 也就是实验室 lab laboratory 哪一个是设施 哪一个是设备 这样应该比较清楚了 所以 实验室是科学的设施 对不对 所以microscope 显微镜 是一个科学的设备 实验室里的设备 所以在一个facility里面 有equipment 大概就这个意思 应该不难理解吧 好 然后我就有被一个学生问到一个问题 因为他也看到好像这个字的意思 也是设备设施的意思 所以他就问了 那我就觉得这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词叫做amenity 你去查这点会发现 它好像也是设施设备之类其中一个 我也忘了 我没有太记中文 那amenity是什么呢 amenity就是hotel里面那一种 或者家里的大概也可以 就让你爽爽的一些东西 让你享受的东西 我们叫它amenity 所以你买了一个特别舒服的 什么夏天的凉背 或者hotel里面的那一种 小包小包的 很精致的那一种 洗发精 护手霜 什么那些的 享受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叫它是amenity OK amenity 所以它的确可以被 理解为是设备或之类的 可是总之我要强调 它的重点是让你爽的 所以这样就懂 OK 所以回来这里 那什么是correctional facility 那你就知道 它是设施的一种 所以这个就叫做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但总之就是 导致你行为的那种设施 我相信有厉害的同学 可以下面补充 那你说 监狱算不算 还OK 可是我想要讲重点是 等一下我们这边把它讲清楚 监狱 我觉得可能在程度上算 或许也不算 其实 感化院肯定是 少年感化院 因为少年感化院 它的重点不在于惩罚你 而是想要感化你 所以correctional的概念 或许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感化 OK感化 所以你看这边就写着 correctional facility就是 they try to rectify 或者rehabilitate criminal OK 这rectify就导臣 rehab就是 像如果说你 像乐戒 戒毒 什么之类的 就是rehab 很多明星有些什么毒瘾 so they check themselves into rehab 就进去来做rehab 好 所以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correctional facility 是这样子的 是要来教证你 感化你的 那至于jail这个字 呃 翻译成监狱可以吗 不是不行 可是好 我个人觉得 比较好的翻译名词 可能是看守署 因为你看这里说 就是他是来给那些 比较不严重的罪 关着面这样子 so less serious crime or detention awaiting trial detention就是 暂时把你留在这 那detention这个字 可以用在学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今天上课不乖 那等到你在国外三点半下去 那老师又不让你走 请你多留半小时 多留一小时 这对于外国孩子来说 就是你简直要他的命 因为一下课 马上想着玩 有没有 那所以detention在国外 就是一个蛮常发生的东西 ok so you stay after school that's detention 这可能不能翻成留校查看 听起来蛮奇怪的 但总之这概念就是 让你多留点时间 我刚去多伦多的时候 也有被detention 可是我detention不是因为我不乖 是因为我成绩跟不上 所以老师就会说 那你多留半小时 多在我面前写回家功课 有问题你就问 对老师来说 其实是很不爽的 因为我本来也可以下班 可是我还要为了你多留时间 没办法 那我在detention的时候 那些外国孩子 真的把教室弄翻了 ok真的弄翻了 就没有一刻是坐下来 在那边弄一弄 弄一弄黑板 然后布告 然后在那边乱搞 什么这些 跟老师讲干话 开玩笑 那老师也不理你 他的重点就是浪费你时间 所以你要弄 你要吵 不管 总之你不准给我出教室 这就是私立学校 处理学生的方式 好你懂了 公立学校比较没有 因为谁咬你 好anyway 所以detention 可以 所以 看守所 就是一个 你的判决还没下来 so you're awaiting trial so they keep you there during the period 所以 之前阿扁在土城看守所 待了很久很久 对不对 因为他的判决可能还没出来 我才是这样子吧 好这样ok了 所以这两个讲完了 那这来prison是什么 prison基本上呢 就是来惩罚你的 所以 这个翻译成监牢就老老实实的 没问题了 so prison essentially it is a form of punishment so its intention is to punish you for the crime that you committed 好 所以比较长的判刑 也的确就放在prison里面 so for longer sentences cool 以及也是 more serious crimes 所以我们这里就应该没问题了 那再还有一个字多讲一下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字的话 我是会看到的 因为反正我就比较 喜欢多看东西嘛 那这个词就是penitentiary penitentiary 我最想看到这个字从什么人出来 黑人的嘴巴里面 ok 所以 它通常是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prison 但它属于联邦的 在美国啦 所以 often this is a state prison or a federal prison 所以州 我讲联邦讲的有点快 所以州的监狱 或者联邦的监狱 所以 这是penitentiary ok 再多讲几个词 也是跟监狱相关的 incarceration so if you're incarcerated 也就是你现在正在被 正在坐牢中 你被关中 所以incarcerated incarcerated 那 美国的 生活中 常听到一个词就是 就是坐牢率 他们人口有多少坐牢率 事实上在美国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有很高的incarceration rate 所以incarceration是它的名词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词叫做 被关在里面 这个词绝对不是只有在讲坐牢 这样你说 你如果想选一个大学来读 那你爸跟你说 你不用把你的选择 限定在我们台湾岛上 你想出国读书 老爸绝对支持你 所以你老爸可能就跟你说 you should not confine your choice of college to the ones in Taiwan ok 所以 confine something to 你的boundary 你的范围 so you don't confine your college choice to the ones in Taiwan 所以 to is他的介细词 这样听懂 把什么 陷在什么的范围里 ok 好 那再继续说下去 坐牢啊什么之类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个词叫 关紧闭 所以你可能不乖 然后你就被 做那种 你被关在独立房 有没有 我相信在监狱里面被关独立 也不会是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至少在正常牢房里面 可以跟大家聊天打批 所以要是被关紧闭 应该绝对不会是开心的事 而那个词就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 solitary confinement solitary这个词就是 孤独独立的之类的 solitary 单独的 那还有一个词叫做solitude 顺便也说一下 这个词就感觉fancy多一点点 solitude可以翻成孤单孤寂 你如果听过一本小说 叫百年孤寂的话 好像叫马奎斯还是谁写的 蛮久以前小说的 那这本小说的书名 英文就叫做 100 years of solitude 所以有用到这个词来翻译成孤寂 好这OK 那更不要说imprisonment 是它的动词 就是关理起来 所以imprison是动词 imprisonment 变成名词 OK imprisonment 那还有另外再几个 这就是比较口语的说法 put away 所以你被put away 你被关起来 那下面这个片语就更 我觉得生动了 bars是一条一条东西 所以巧克力棒 a chocolate bar 我看到那个英文讨论的 那个群柱里面 有问说 一块肥皂怎么说 你可以说a bar of soap OK a bar of soap 是很OK的 然后 最后的一个 对不起我刚才还没讲完 那bar是一条一条东西 那你看监狱牢房 牢门 是不是一条一条铁条 所以要是你在这些铁条的后面 那你就被关起来的 所以 if you're behind bars 就是你现在是被关起来的状态下 OK 不会加the 有那个the的话 特定的那些铁条 什么特定 我搞不清楚特定是什么鬼 所以我们一边 一般讲就是 you're behind bars 就你被关了这样子 最后一个就是 serve time OK 所以或者就do time 那time就是时间 所以被关两年 三年五年的 十年的 那就是time 所以serve time 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坐牢的意思 好 我们不小心就把今天所有的单字讲完了 这就是我想讲的 那好像这边都还没说完呢 可是事实上 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个新闻很短 所以他跟这个人性交之后 他们就怀孕了 那根据谁是谁 他说了什么呢 the women 这两位女性 became pregnant from consensual sexual relationships with another incarcerated person 所以这边我们倒是有一个词 也可以再说一下 consensual的意思就是 有共识的 所以表示啊 这个在geno里面 这两个女性怀孕 并不是被强奸的 所以consensual sex 同意的 互相有这个许可的 这样子 那他其实就是consent的 这个动词的一个形容词 so他接的也是 接系词也是to OK you consent to something 也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是同意的 you agree to it you consent to it OK so这是一个consensual的 一个sexual relationship 跟另外一个被关的一个人 with another incarcerated person 那就没问题了 然后没有把他们的身份揭露出来 那也是应该的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持续调查中 OK 好 然后他还说里面总共有27个人 认为自己是transgender so it houses27 prisoners who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好 所以这个houses呢 诶 不错的一个动词哦 就是他装了 装了27个这样子的 认为自己是变性人的人 OK 改性别的 所以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动词 就是这一家监狱 装了这么多个人 house 这个动词用的蛮生动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 好 不管了 我们先把最后这样看完 所以在2021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New Jersey呢 他们采取了一个 或者他们采纳了一个新的policy 所以New Jersey adopted a policy that requires state prisons to house transgender people based on their gender identity rather than their sex assigned at birth 所以你自己identify是transgender 他们就要认为你是女性 而不是什么呢 你生出来的时候的gender 所以你的biological gender 这个可以不管 所以这个assign呢 就是上天把这个性别assign给你 你知道assign叫指派 你会觉得 哈 性别是指派的哦 对西方人 尤其是像基督教的人来说 性别是指派的 听懂我意思哦 上帝指派给你的 so 所以 rather than their sex which is assigned at birth 生下来的时候 指派给他性别 我特别把这个讲那么长 是因为我要讲下一个字 变性的手术 我们就可以叫它 gender reassignment procedure 或者surgery 所以重新指派性别 gender reassignment 的一个surgery procedure之类的 蛮有趣的哦 所以重新指派你的性别 感觉好像是医生就来当一个上帝一样的这样子 if you want to think of it that way that's fine too that's fine with me fine by me 好 那补充到这边大概够了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一大堆次 应该 大概不用重复复习一下 我觉得这也讲蛮长的 而且觉得这个其实说起来 你需要搞懂这些吗 没有必要 只是我觉得这些冷知识知道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以后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说 我知道Jell跟Prisoner不同哦 对 那我也知道correctional facility是什么哦 这样子 那也蛮不错的 或许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可能是设施跟设备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的话 那也不错 take it away OK 好 讲到这里可以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